學生佔領立法院已經進入第七天了 昨天晚上出乎意料的發生 衝撞行政院的行動 想請教光子 如此一來對前面這麼長的時間 為了反服貿政策 而在立法院裡面 長期靜坐的這些學生 整起學運來講 這起事件有沒有造成一個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對他們產生一個 滿負面的影響 因為基本上學生他 基本上他一開始出來他的訴求 然後他是用靜坐和平非暴力的方式 他雖然占領立法院 但是他維持一定的秩序 然後他跟警察就是屬於 不是算對峙 而是隔一個距離 彼此保持距離的方式 這樣幾天之後 雖然大家也社會也覺得 就是他們應該趕快出來 但是至少越來越多人想要 就是認為說應該要聽他們的訴求 但是昨天那一場行為 因為他們都還是學生 這些人不管你是鷹派還是鴿派 你是不是跟他們的 這個就是訴求有不同 但是你們是一起進到立法院的 那你們一起進到立法院 在立法院議場 或者是立法院外圍 你們一起待了這麼多天 在禮拜六的時候 禮拜天下午 發生衝突以後 比較激進的 比較就是訴求主張要衝的人 就去衝行政院 外界是把你們視為一體的 他不會去管你 你是代表鷹派 你是代表鴿派 或者裡面學生的哪個團體 不會做這樣的切割 他會把你們視為一體的 所以這樣子我覺得 對於學生他們的訴求 就是你這個昨天晚上 這個佔領行政院的行動 他滿說我覺得是非常的不治 所以其實希望他們理性自治 這不僅是政府單位的期望 其實對全民 或者是支持學運的人 其實也期待是這樣子的 現在因為在昨天晚上的行動 以及這長達著一個禮拜以來的行動